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年 拼的不是老伴和子女 而是钱和健康 一个人如果想要自己晚年生活幸福 就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年轻时好好赚钱 要么就让自己老来有个好身体 那么徐大爷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呢 看完他的个人经历 或许你就明白了 65岁 徐大爷的字数 我今年65岁 老伴60岁 我们有一个儿子 他虽然已经三十多岁了 却依然没娶到老婆 儿子和我们老两口住在两室一厅的老房子里 显得异常拥挤 虽然我不喜欢和儿子住在一起 因为他总是没给好脸色 但我也没有其他办法 我没钱给儿子买房 就只能和儿子别别扭扭地生活在一起 自从我60岁退休之后 身体就每况愈下 直至重病缠身 爬不起床 老伴的身体比我好 因为他比我更加懂得养身 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锻炼身体 一直坚持到现在 以前 他总是劝我要及早开始养身 不要等到年纪大了 得一身病之后才后悔莫及 每次他拉着我一起去锻炼身体 我都无屑一顾 认为没事在家躺着多舒服 干嘛要跑出去瞎折腾 如今几十年时间过去 我才发现 老伴的养生之道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因为 通过事实证明 我的身体状况和老伴相比 简直就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我年轻的时候最喜欢的两件事 就是喝酒和打麻将 每天下班 我都会和同事相约着打麻将 一直打到生根半夜 在一起去大排档吃烧烤 喝啤酒 吃饱喝足 就回家往床上一倒 那小日子过得别提有多美 老伴总是劝我要少喝酒 不要总是打麻将没够 在麻将桌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动弹 那样我的身体早晚会落下病 而我却总是把老伴的话当作耳旁风 认为他的那些说辞就是一派胡言 我不过是打打麻将 喝喝酒而已 哪里就能够像他说的那样 那么容易就落下病 年轻的时候 我特别贪玩 经常是晚上喝酒喝高了 第二天爬不起来床 于是就只能找领导请假 请好假就继续在家里睡觉 因为我经常请假扣钱 所以每个月工资都拿不了多少 好在老伴还有份工资 日子依然能过下去 我儿子读高中那会儿 特别想上艺术班学画画 他说要做一名艺考生 大学毕业后就从事画画方面的工作 他说当一名画家 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梦想 所以无论如何也要去学画画 我听说 一考商比普通考生要多出十多万元的费用 就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通 说他也不看看自己是啥家庭 咱家都快穷得揭不开锅了 哪里有那么多钱成就你的梦想 儿子一听我说不准他学画画 一下子就哭了起来 他说我是一个无能的父亲 每天只知道打麻将喝酒 别人的父亲都会大力支持孩子读书 只有我 一听说读书要花钱就打退堂鼓 无情地摧毁他的梦想 儿子居然敢当面怼我 让我气不打一处来 我狠狠地扇了他两巴掌 又往他身上招呼了好几个拳脚 我叫嚣着说 就不给你花钱读书咋了 你爹我就只有这个能力 每天有你吃有你喝就不错了 你还想咋的 你要是瞧不起我这个爹 就立马给我滚蛋 永远不要再踏进这个家门 那天晚上 儿子在他的房间里整整哭了一晚 老伴心疼儿子 也陪着儿子一起哭 我嫌老伴闹腾 就把他赶到儿子房里 让他娘俩一起哭 省得朝我瞌睡 儿子最终还是没能读艺术类高中 他读完普通高中之后 就再也没去过学校 他说 从此之后再也不会花我一分钱 他要去找份工作自食其力 儿子不用我养 我求之不得 那样我又可以省下钱来喝酒打麻将 我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喝酒打麻将 谁劝我都不好使 老伴知道奥不过我 所以从来都不会管我 他下班吃完饭就出了门 要么是和同事唱歌跳舞 要么就是和一大帮人一起徒步 我觉得 老伴就是折腾的命 有那些功夫 陪着我一起打打麻将不好吗 兴许还能多赢些钱回来 老伴说 他待在家里 看到我懒散的样子就难受 他只有出了门 和朋友在一起 才会快乐开心 才会有个好心情 从而有更好的身体 既然老伴不愿意陪着我打麻将 我也就随他去 反正只要他不干涉我打麻将就行 我将打麻将和喝酒的爱好 一直坚持到退休 直到我退休后 身体出了问题 我身体最大的问题是痛风 当病情发作的时候 我疼得在床上直打滚 用痛不欲生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医生说 我之所以得痛风 和我多年进食高飘龄食物有关 它让我戒掉烧烤和啤酒 否则我的病情只会越来越严重 一想到 我从此就得和最喜欢的烧烤和啤酒告别 心里就一阵阵难过 但为了身体不再痛苦 我只好戒掉了所有高飘龄的食物 虽然我戒掉了不好的生活习惯 但却以为是已晚 我的症状依然不断加重 因为痛风的影响 我还得了三高 随着痛风的反复发作 我还患上了痛风性关节炎 关节的功能也受到了影响 导致我行动不便 我每个月吃药都得花费一两千元 这对于我三千多元的退休金来说 绝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雪上加霜的是 痛风还损害了我的肾脏 医生说 如果损害持续进展 就会导致肾衰竭 需要换肾 换肾最少都得准备个五六十万的治疗费 对于我来说 那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除非卖了房子 我根本筹不来那么多钱 我曾经试探问过老伴 问他我一旦需要换肾 他会不会卖了房子给我治病 老伴淡定地斜撇了我一眼 说 难道你要让我和儿子露宿街头 听到老伴的回答 我就明白 卖房子给我治病没戏 那么我唯一的指望 就是病情不要再继续发展 否则我就只能是死路一条 儿子虽然已经三十多岁了 但依然没能娶到老婆 他因为这件事情 特别怨恨我和老爸 他说我们没本事 没钱给他买婚房 所以就没有女孩愿意嫁给他 他就只能打光棍 一辈子孤独终老 儿子对我们老两口 有着极大的怨气 他怨气最深的 尤其是我 每次我们一家三口 坐在一起吃饭 他都只和我老伴说话 看都不看我一眼 完全把我当成了空气 老伴虽然知道儿子怨恨他 但他比我想得开 他从来不把儿子的怨恨 放在心上 依然该吃吃 该喝喝 整天都乐乐呵呵的 每天吃完晚饭 他收拾好碗筷 就出去蹦打 要么是去广昌舞 要么去公园六弯 我问他为啥整天都这么乐呵 咱又没钱 儿子还不待见 你咋还能开心得起来 老伴说 不乐呵还能咋的 难道让我像你一样 整天愁眉苦脸 给自己做一身的病 他说一个人越是没钱 就越是要有好心情 因为心情好 才能有好身体 一个人身体好 那就是给自己省钱 他说 哪怕自己不被儿子待见 但我有退休金 就会有好身体 就永远求不着他 等哪天我一睡不醒 无计而终 就是善终 经历了多年之后 我才发现 原来老伴比我聪明得多 我年轻时不懂得挣钱 更不懂得养生 年老的我既没钱 还没个好身体 就只能听天由命 一旦遇到挫折 毫无办法的我 就只能随波逐流 完全由不得自己 老伴虽然和我一样没钱 但他经过多年的保养 和养生 六十岁的他 依然身体棒棒 从来不需要花钱 看病吃药 从而省下了一大笔钱 按照他这样的生活方式 无计而终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样他就不需要 依靠任何人 就能让自己有个善终了 一个人 如果想要好好养老 让自己得到善终 他要么在年轻的时候 好好挣钱 给自己存下足够的养老钱 才能在重大疾病面前 用金钱去与疾病对抗 让自己的生活质量 得到提高 要么就让自己 拥有一个好身体 从而省下大笔的医疗费 身体好的老年人 哪怕他没有多少钱 也不必太过忧虑 因为他拥有的好身体 不需要花大钱治病 平日里吃吃喝喝 根本花不了多少钱 这样的人就会心宽体胖 晚年的生活质量很高 再次我奉劝大家 千万不要学我 年轻时傻傻地不懂得挣钱 还不懂得养身 到了老年既没钱 还没个好身体 就连儿子也都瞧不起我 老伴也不愿意卖房 给我治病 这样的我就只能 听从命运的安排 毫无让自己 获得幸福的能力 看完徐大爷的故事之后 志恒想说 我们每一个人 终归都会有老去的那一天 当一个人老了之后 如何才能过上 幸福美满的晚年生活 这就需要考验着 我们的人生哲学 和处世智慧 不同的人 有着不同的活法 每个人活法的不同 决定了每个人 晚年生活质量的不同 有智慧的人 懂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早日做好养老规划 让自己的晚年生活 不至于太不堪 愚钝的人 年轻的时候及时行乐 到了中年 依然不懂得养生之道 过着今朝有酒 今朝醉的生活 这样的老人 老年受苦是必然的 但凡他能早点醒悟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 也不至于落到 晚年受苦的结局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 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